为确保台中高铁站的交通顺畅 实施一楼接客二楼送客的分流方式 台中市警方展开了科技执法 加装AI侦测摄影机抓围停 只要在接送点停车超过了三分钟以上 立刻取缔告发 三月份会正式上路 而在一二月的测试宣告期间 每日的平均围停件数 也从842件降到了663件 显示科技执法具有一定的作用 五日高铁二楼送客区白色轿车 违规停车超过三分钟 只要让人员上前劝导才离开 但这样的服务直到二月底 三月开始将会直接开单 为了保持高铁站区的交通顺畅 台中警方在今年元旦装设AI侦测摄影机取缔违规 声语好奇正式开罚 但还是有民众搞不清楚状况 一楼接客区一整排车辆一停就市十几分钟 接人要怎么接 就没办法进去找停那边 毕竟人都有三不便 应该是警察在这边适当的去管理交通 然后去引导车辆 而不是把他法律定在那边死死的 就怕民众措手不及 警方将一二月设定为测试宣导期 民众违规只劝导不开单 成效如何 根据警方统计今年一月测试期间 每日平均违停件数为842件 违规上下课19件 二月宣导期违停件数降至663件 违规上下课15件 显示科技执法已经出现成效 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维持有 七名的机动警力来做巡逻 来做加强取缔 科技执法三月上路 违规停车可处600到1200 违规上下课可处900到1800 民众切记注意 别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另外在一楼机车排班区 警方也增设摄影机全时录影 防止驾驶人违规懒客爆发 抢客纠纷 接下来我们将王一璋 台中参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